大家好,之前跟大家分享过,趁现在五六月份啊,这个茶花它的新枝呢,已经开始木质化之后了,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给它补充这个磷甲肥来促进它花芽分化,但是其实要补足磷甲肥的同时呢,我们还有两个指标呢,要调控好,这样呢,可以让它的花苞多几倍,那么哪两个指标要调控好呢? 首先呢,我们要调控好这个温度,那么茶花快速生长,花芽进行分化呢,要在这个15度到28度的这个温度区间来的进行,如果温度过低或过高啊,都会影响到花芽分化,导致呢,它无法正常的长出花芽出来,在保证好这个温度区间内呢,我们最好就是保证要有足够的昼夜温差,这样呢,才会有这个养分的积累,那可以让它长出来的花苞啊,又多又大。 第二个呢,就是要调控好这个光照,那么在合适的温度这个条件下,我们呢,一定要给它充足了光照,充足了光照是它进行花芽分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,那么光照的话呢,我们也要注意,如果温度比较高,光照比较强呢,我们还要给它进行适当的遮阴处理,那么像现在这种天气的话呢,我们一般呢,给它渐渐早晚的光照,然后呢,中午的时候,如果光照比较强呢,就可以给它进行适当的遮阴处理。 每天呢,至少保证有10个小时以上的这个光照时长,那么,茶花芽自然呢,就能够完全的进行这个花芽分化。 所以养茶花,想要让它花苞多,除了要给植物粘甲肥之外呢,光照和温度这两点呢,也一定要调控好才行。 好了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